康遊詞 李宗盛 接下来呢就是我和华为云的热龙材老师 给大家带来这个函鬘达加flowmesh 去做化技军流量的一个调度 热龙材老师应该是要等一会上 OK 这边就是做一下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洪赛老师是卡卡塔社区的一个美天呆 他还去编写了这个构的增加编程 然后我是弗洛美士这边的一个云元氛教授师 还负责一个技术部导的一些工作 基本上过去几年一直在做微服务架构 Hernetis在Obs这个方向上的一些研究上的工作 那我们前面几个老师已经讲过了 就是我们如何去 就比如刚才刘晓老师他们已经介绍了 就是如何去管理多个技术 如何去自动创建一些技术升级 并做这个进行的一个管理和升级 那为什么会有多技术 那在我们这个一个混合 这里是一个混合园的它的一个发展优势 混合园的就是我们的企业 在我们的系统架构中 我们是使用了多家的这种公有云 还有这种私有云的一些资源 然后通过这种的一个混合图云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去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这种 资源的高效率用 还有比如说我们的一个低延迟 高性能还有灵活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混合图云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其实是跟我们业务的一个复杂度的提升 就我们还有业务规模的提升是有一个这样的原因呢 导致我们的企业会越来越多的去 越来越多的企业去使用这个混合多云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企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的一些云厂商他们就提供了 他们如何去给我们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云 或者私有云去做集首这样的一个方案 然后慢慢的呢 我们这些云厂商之间呢 他们会联合去提供这样的一些集首的一些方案 然后呢再就是说我们混合多云 有了混合多云之后就设计到一个管理平台 那通过管理平台去提升我们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效率 那最后就是说我们在有了这个混合多云之后 有了说集群之后我们会有会比较多多的去关注这个一个安全性 还有我们的合规性 因为涉及到一些法律反规的这些考量 那我们总结了这个混合多云的一些驱动因素 那我们分为主动和被动 那主动就是说我主动去采用混合多云去获取某一些这个特性 混合多云带来的一些特性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去避免一些厂商的一些锁定 当我再去我可以去灵活的去更换我的这个云底章 去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或者是比较好的一些这个性能的一些优势 那再就是我可以去提供性能这样的延迟 我可以可以在多个云或者加上我们私有云 多个混合云之间 共有云之间我可以去对我的应用去进行一个获取柔 那相比我们原有的这个单一云里面去做获取柔呢 获取柔呢我们可以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考核性的一个保障 这就是一个成本的因素 那可能我用我这个云可能有其他的物运云过来 给我提供一个更低的更低廉的一个价格 那这边是主动的一个因素被动的因素呢 就是说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不得不去使用这种公有云 或者是这个多极群这样的一个模式 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单一的一个云 它的提供的资源或者是它的一个覆盖的区域 它是有这样的限制的 或者说我们的单极群它其实是有 比如说有单极群5000个炮的这样的一个限制 最优的一个保障 再就是我们上云下云的过程中会涉及到一个中间的一个状态 这个中间状态可长可短 那这个中间状态我们要去 它就是一个复合多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有上云那就有下云了 那么把我们应用从共云上面迁移下来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做一个业务合理 可能因为考虑一些这个数据的安全性 或可能把一些敏感数据的这些应用 把它部署到我们的一个私有云 部署在我私有云的一个环境上面 其他的一些政治用户的这些数据呢 提供服务的这些数据呢 我们可能会部署在公寓园上 再就是一个合规和数据隔离 比如说我们可能做出海的一些业务 可能在我们在不同的这个区域 比如说欧洲 又它有GPC或者是美国 它也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法规的一个限制 我们国内同样也有 就比如说数据保护法 还有用户隐私的一个保护的一些法规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混合斗云 那我们使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方案 不管我们是主动还是被动 去使用混合斗云的这样一个架构 那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方案 那我们可以从下面网上看 就是说最底下呢是 我们要保证你们的数据可以做 在多个数据中心 在多个云之间 我们可以做一个数据的一个同步 比如说可以做单双向的同步 双写啊单写啊这种 还有了第三中心的这样一个数据的一些方案 数据同步的方案 再就是我们做一个资源抽象 那各个公民运他们提供了不同的资源 直接可能他们有自己的一些抽象 那我们怎么去打平 去抹平这样的一个 这样公民运之间的一些差异呢 那我们通过这个容器编排 也就是通过Provenetics 去隔离我们这种资源的一个差异 再往上怎么看呢 就是说我们跨集群的服务之理 那我们服务已经跨了集群 跨了多远之后 我们怎么去进行这个服务治理 那我们可能可以通过这个服务网格 还有Provenetics的这个 多集群服务的这样一个API 去实现我们的一个跨集群的服务治理 再往上层呢 就是说那有服务了我们治理之后 那我们派一些中间件 比如说一些Redis啊 Mapcatch啊等等这样的一些 卡夫卡这样的一些服务 那我们怎么去隔离在云场上的这样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差异呢 那我们通过引入一个分布式应用运行时 比如说像Depr这样的一个独立的 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组件 一个运行时去解决问题 那再往上层呢 就是说我的应用在不同的源上面 我要去灵活的去部署 那我们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可意识性 那这个基本上常用的就是我们去做一个容器化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就集中在 一个跨集群的一个服务治理 在我们一个资源抽象 在跨集群多集群的这个容器边 容器边牌上面 给大家做一些介绍 那有了这个混合多元之后 那我们那个Probenetis多集群 它有几种方式嘛 去几种形式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一个资源 比较充足的一个主机上 我可以在一个主机上 我可以建立多个集群 比如说我做一些 试验性的一些测试啊 等等 再就是我在同一个数据中心 去部署不同的集群 比如说我在我的本地 本地的这个私有云上面 区域部署 比如说部署开发测试啊 或者是一些 比如说stating啊 这样的一些 预发部的这样一些集群 去做这个环境的一个隔离 那接着就是我们作为 多区域多数据中心 在上面去部署多个集群 去管理我们的应用复杂 OK 那混合多运中的这个 Provenets集群 它们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呢 一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进行 我们的一个跨平台的 一个应用部署 我们可以在多个平台 多个公寓平台上面 可以进行这个应用的部署 可以做一个自动化的一个 做一个自动化的跨云的一个扩容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个 更高的一个可用性 去通过故障隔离 比如说我们获得某一个云 某一个数据中间出的问题 比如说什么啊 工线又挖掉了 或者是机房烧毁了啊 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就可以去保证我们的服务 可以继续为我们 我们的用户提供服务 再就是我们以一个 集群资源的一个优化 我们可以通过 使用更低成本的这些公用云 去为我们的应用去提供 去获得一个更高的一个 更好的一个成本优势 再就是我们的安全性 还有合规成本优化 这我就不去太多的介绍 因为时间的原因啊 再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 可扩展和联合技术 可以去通过Kubernetes 去隔离我们的资源的差异 可以去使用更多的这种 云场上的这个资源 去可以去比较灵活的 上网一个云 或者是切换 做一些云的一些资源的 应用的一些切换 OK 接下来是我们的洪杀老师 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 非常感谢小慧老师 给大家介绍一下 多基群管理的一些 一些痛点 以及我们应用多基群的时候 能够解决什么的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就是介绍 现在比较主流的一个 多基群管理的一个项目 卡玛达 我是目前在花卫语音的 开源团队 现在专注在发展 以及推广卡玛达项目 那今天呢 我在这里会跟大家去分享 一个多基群技术 它的一个发展的历史 以及将来的趋势 然后会有一点介绍 卡玛达的一些能力 然后具体的 就是卡玛达 到底在企业中 别人是怎么玩的 因为卡玛达发展到现在 已经有相当多的落地实践 那落地实践呢 大家可以关注 今天下午 1点50的李赫老师 就是会给大家带来一场 关于在烧皮中 就是我们说下皮 下皮这种企业里面的一些实践 从中大家可以 看看能不能收到一些启发 好 那我们说K8S的多基群一种起变排 我们说K8S是单基群一种起变排 那多基群一种起变排实际上发展非常早 它可以说是跟K8S跟Kubernetes是同期的 那么在115年 其实K8S社区就开始构建多基群的技术 那么分别 那么通过实践轴 大家可以看到 K8S社区分别演进了两代 第一代叫PydeRish 那第二代呢叫Hoopify 这两代项目呢 发展到当前的 就是从当前时间来看 这两代项目都已经被关停 也就是说我们前两代项目 包括从15年到19年 就是华为云一直在致力于这两代项目的发展 但是考虑到种种因素 这两个项目并不是用户真正所需要的 然后我们从20年开始 就开始去发展一个全新的项目 然后这个全新的项目呢 就是Kamada Kamada呢 其实在也是借鉴了前两代项目的很多经验 所以说这也是很多人在说 Kamada好像是联邦的V3项目一样 那确实是这样 那Kamada呢不仅仅是关注的范围 不仅仅是前两代项目的范围 它的scope会更大 也就是说所有多集群管理的一些难点通点 都是Kamada所关注的 所需要去制定解决的 那Kamada项目目前呢 是隶属于CNCF基金会下的一个官方项目 好 这是多集群中心编排的一个发展历史 那么下面呢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说后面前面两代版本 它到底有什么问题 然后从来去看 我们第三代Kamada的项目 到底有什么优势 那么我们说第一代 第一代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架构 可以看到它跟Kamada单机群非常相似 那说到多集群管理技术 一个最基础最核心的一个能力 就是我怎么把我的一个工作负载 再发布到多个集群中去 那我们知道Kamada在电牌容器的时候 有一些API 那么在多集群里面 这些API怎么体现 那么在V1项目里面 用了一个方式 这个不太清楚 在第一代 它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它的这个API的信息 是放到了annotation里面 那放到annotation里面 一个很挑战的事情 就是它的应用性会非常的差 然后简单的理解 如果你在annotation里面放了太多的规则 那么annotation非常难以维护 而且很丑陋 而且不容易演进 那这是V1的问题 那为了解决这个API的问题 社区发展了第二代项目 叫PooFight 那PooFight呢 它提供了一个独立的API 独立的API 来进行 这些功能负载的多集群分发 但是V2呢 虽然解决了V1的API的问题 但是V2又带来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是什么 是它有一个独立的API 它跟单极群的API就不带兼容 那这个不带兼容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不管是任何企业在使用KVS的时候都是先从单极群开始使用 然后才会过渡到多集群 那你在使用单极群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周边的技术设施要跟KVS做联动 也就是说你的技术设施已经认可了单极群的API 包括我们的运维人员也是我们认可的是KVS的API 然后呢 那KVS呢引入了一个新的一篇 会让大家有一次 从我们的运维人员来讲 它有一次是 就是说学习成本 又提高了一层 另外一个对周边的技术设施的集成非常不友好 这也是KVS没有被推广开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说在第三代 我们在做KVS项目的时候 我们就是说非常非常关注KVS的兼容性 那KVS呢 它可以通过 它可以做到KVS原生API的兼容 那这个能力呢 就可以一方面在我们的运维人员 在从单基群升级到多基群价格的时候 没有太多的额外的学习成本 另外一个跟单基群的一个周边技术认识的集成 会非常的丝滑 然后这个KVS项目 刚才你也提到 我们的SCOB会比前两个项目都要大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边 会有一个很丰富的多基群的调度 因为多基群领域里面不仅仅 是资源的分发 还有很多具体的行业的一些 生产的一些那个诉求 比如说我多AZ 203中心这样的部署 同时这个项目呢 是非常开放和中立的 我们在 虽然这个是个多基群容器变排 那它不可避免的就要去管理多个基群 那基群你是说 不管你是阿里云 华为云 还是谷歌云 还有Azure 还有Google 都OK完全没有问题 你的私有部署的KVS也没有问题 甚至包括一些电源场景的电源基群 都OK都支持 没有任何差异的支持 然后呢 卡曼娜呢也是希望把众多的这个多基群管理的一些实践 一些能力啊 通过这种开箱其中的方式 让大家去 在实践的时候可以直接拿去部署 好 那卡曼娜呢 我这里也想问一下现场 现在有多少人在 已经在使用多个KVS 或者在管理多个KVS 如果有的话大家试一下 我看一下 哦 挺好挺好 还挺多 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我刚才说的 卡曼娜的使用成本低 那么一方面的原因呢 是我们的架构 因为用卡曼娜的用卡曼娜的用户 实际上都是 已经在使用KVS的用户 那么他必然就是说 对KVS的架构非常了解 那通过这个架构 我们可以看到卡曼娜的架构 其实跟KVS的架构非常类似 那所有的组件 你像卡曼娜API Server 卡曼娜的调度器 卡曼娜的控制器 其实都可以映射到 单极群的那个范畴上来 只不过 这里的区别就是卡曼娜的调度器 他关注的是 如何把一个工作负载 在多个极群上去调度 那单极群其实本质上 非常关注的是 把一个泡的放在哪个node上 那对于卡曼娜来讲 它是说把一个应用 把一个workload 去放到哪一个极群 甚至是哪几个极群上去 那说到卡曼娜的能力呢 其实像多极群管理 是最基础的 然后多极群的应用管理 也是最基础 那说到多极群应用管理的话 不仅仅说把一个应用 去选择一个极群去部署 我们还可以说把一个应用 去拆分 也就是说 这里呢有一个 有一个意识上的变化 因为我之前可能 也可能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一个应用 部署在多极群上去 实际上你是做了两遍动作 实际上这两个应用是割裂的 那么在卡曼娜里面 你的应用就是 天生就是一个多极群的应用 其实实际上已经屏蔽了 多极群的概念 我要的就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应用 一个这个应用 已经单极群无法满足的应用 那我可以通过多极群 把多极群也连接起来 构成一个比较海量的一个资源池 那其他的多极群的这个 这个故障牵引 我们也接触了很多用户 他有这样的故名 我如果把一个应用都 固在一个极群里面去 相当于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万一这个极群挂下怎么办 卡曼达提供的能力说 你的极群如果有故障 可以帮你把应用自动的 前移到另外一个可用的极群 然后还有其他更高阶的能力 包括统一身份认证 卡曼达可以做到一个什么 当我去比如说我们常用的一些运维操作 你可以通过卡曼达直接去查到 分布在运维操的这些资源信息 这些用户的凭证 你可以说只去运维在卡曼达上的这个 这个凭证这个全线配置就好 然后全局检视图就是帮助大家去 去构建一个多极群资源的一个资源看板 这个主要是运维人员会用 他会看到全局的一个资源实际情况 还有多极群资源发现 这个呢也是说我的一个应用 它部署在多极群上 我怎么样去把把这些 endpoint 都会给组合起来 然后去做一些流量的治理相关的工作 好那卡曼达目前呢 其实我刚才提到卡曼达所有多极群 管理多极群使用方面的难点通点 都是卡曼达的管理范畴 那其实现在卡曼达最focus在的点 还是说对这个算力的管理 比如说你的功能负载的管理 我们说算力的供给是卡曼达的一个看家本领 那对于说多极群中的流量 到底该怎么样管理 怎么样更去做更精细化的管理 我们还是会持续跟业界这种主流的这种 成熟的生态力合作 那么接下来呢 有小辉老师就会给大家带来一种解决方案 那我们就是结合卡曼达结合flow mesh 进行多极群流量治理的一个方案 好那接下来邀请小辉老师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多极群的管理已经有了 然后我们多极群的应用负载的管理也都有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应用负载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toco 那我们的一个网络toco呢 它其实是我们是总结的 基本上我们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一个镜像的形态 就比如说我在一个机群里面 我们要去做一个全量的一个部署 比如说我NPCG 在我们所有的机群里面做个部署 那因为我们是一个微服务这样的一个架构 而尤其是我们的业务比较复杂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整个微服务的数量 它是一个成一个爆炸性的一个增长 那有时候开发人员都很难去梳理 这些服务之间的一些依赖关系 那所以说我们在部署不同机群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需要去做这个 它的一个全量的部署 那全量部署有一个很简单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优势是什么 就是它的实施难度很低 那我做全量的部署 每次我就做全量的部署 每次部署应用的时候呢 我就去去勾选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集群 所有集群的一个部署 那但是它的劣势是什么 就是它的运用部成本非常高 比如说有些应用 我不需要很高的可能性 我不需要去做这个跨集群的故障隔离 所以我不需要去做 步到所有的集群上面 而且有些应用呢 它的这个 它的流量很低 那我们为了这个 一个很流量很低的这样的一个应用 我们步了所有的集群 它会造成一个资源的浪费 那与这个镜像网络头部相对呢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一个网状的头部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需要 把我们的应用去选择性的部署到我们的一个集群上面去 比如说我的一些隐私数据 隐私的这些服务呢 私底性比较高需要需求比较高的呢 那我就可以做这个私有运的部署 那其他的一些对一些地域啊 这些对延迟 对性能延迟是有比较高要求的 那我就可以去做多机群的这样的一个部署 那它形成的就是一个网状的结构 那这样呢 那我们就可以有 就可以去实现一个资源的一个高效的一个应用 那我就不需要去比如说一些 可能性低的一些应用 那我就只去做单曲群的部署就可以了 那它挂掉就挂掉 然后由我们的Kubernetes去把它去做一个拉起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私有运的服务 我就可以只做这个私有化的一个私有运的部署 那这样就是说我们的维护成本低了 但是我们的实质难度非常高 那我们的这些微服务 那因为Kubernetes它是做了一个网络的一个隔离 那我的微服务怎么去进行 去做一个服务力度的这样的一个流量的一个调度呢 就比如说我从CloudA去到CloudA里面的服务 我调到CloudB里面去做 因为它本来它的网络是隔离的 那这就有了就是我们FlowMesh的一个跨级群流量调度的一个方案 那FlowMesh就结合我们Kubernetes 由Kubernetes去实现我们的这个流量管理 然后我们多级群的一些服务发现 然后由FlowMesh去进行我们的一个服务的它的流量的一个跨级群的一个调度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从资源 从资源利用到我们的负载的一个负载的一个调度 到我们上层的一些流量的高度 调度就是一个比较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多具型的一个方案 那快递群的服务注册呢 那快递群的服务注册呢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这边 FlowMesh它是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叫Ari-Canel的这样一个组件 它是 其实这个Ari-Canel跟那个Kubernetes一样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控制面 那它这个控制面 然后相对的就是我们的一些数据面的这个机群 Ari-Canel的一个组件呢 它会把我们这个数据面上的一些这个服务 把它注册到我们的控制面的这个Ari-Canel里面 Ari-Canel呢 它会控制面的这个Ari-Canel呢 它会把注册上来的这些服务 把它这个推送到我们的这个数据面的这个机群里面去 那就是说我们的一个数据面的机群 它可以获取到这个另外一个机群里面这个服务的 它的一个访问的一个方式 那这一个是就是我们有一个多机群的这个服务的这个 Ari-Canel呢 它可以去实现我们的一个多机群的这个流量的管理 包含了这个南北向的流量管理 还有我们的一个服务发现 就是进行我们一个服务的一个跨机群的一个注册 再例如另外一个就是说联通性 联通性是什么 就是说我的服务做了一个多机群的部署 部署和声明之后 做了一个注册之后 它要去访问的时候 它肯定要跨过我们Cornetius这个网络的一个边界 那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揭露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这里可以使用 Ari-Canel它会提供了这个Egress piping去实现 也就是一个Egress Controller 那后面呢我们即将会发布了这个Gateway API的实现 除了Ari-Canel里面提供了这个组件 我们也可以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去用这个像NGX的这个Egress Controller 这些都可以用 只要实现了这个Egress的API 都可以去支持 就是大家可以随意的去选入口这个服务的阶部层的一个实现 那我们这个流量动物 流量动物我们这边会有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浮网格的 一个比较通用的 这个比较适合大家 比如说我现有已经使用了这个浮网格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使用浮网格的架构之后 我们只需要跟我们的这个Ari-Canel Ari-Canel这样的一个组件去做一个 去做一个结合 那Ari-Canel它已经把其他集群的这些服务的访问方式 比如说像是一些Encore 这些都已经推送到我们的集群之后 那我们的流量通过我们的浮网格塞卡劫持之后 它就可以去判断 我现在是要做本集群的调用 还是要做跨集群的调用 那本集群到底是选择什么样的一个调用方式呢 可以通过一些策略去实现 比如说因为有一些应用 我们对它的这个性能要求比较高 我就只会要求它 只会让它去做这个本集群的调用 因为涉及到跨集群的调用的时候呢 可能会增加一些网络上的一些延迟 尤其是说跨远啊 跨的这种地域 可能是一些物理上的一些距离较远的时候 这个性能会增加会比较多一些 在另外一个策略呢 就是说我可以去做一个Failover的策略 就是说我现在用些是做本地的调用 当我本地的服务不可用的时候 我才会去做跨集群的调用 这样就保证 既可以保证我的一个服务 它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性能 又可以保证它的一个可能性 再另外一个特略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可以在所有的集群的服务 节点的这个负载之间去做负载集群 这样就可以做到一个跨集群的这样一个流量的一个负载集群 去实现我们的一个资源的高调利用 就比如说可能你当前的这个地域这个集群 它的使用率比较高的时候 但是可能其他的机器这个服务它的这个负载就很低 那我们可以通过把它的流量去负载集群到所有的集群去 均衡的去负载这个处理处理我们的这些服务的请求 那就可以去提升我们的一些资源的一些利用率 那这个是跟我们这个服网格的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那服网格呢 那可能一些企业它没有去做这个服网格的 服网格的这样的一个升级 它没有使用服网格 那我是假如我要用多级群 我是不是一定要用服网格 那么还有其他的选择 那我们有另外一个方案 就是我们一个EPF的方案 EPF呢 就是计量里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技术 但是它可能对我们的内核的一个版本 会要求比较高 在我们FullMesh这个花旗云调落的方案里面 会在对这个内核的要求是 最近是5.7的这样一个内核 那EPF呢 我们就是通过EPF 通过EPF去对我们的一个流量去进行拦截 去进行流量的一个劫持 那拦截之后的流量把它拦截到我们的一个 node-level这样一个塞卡 就是说现在我们的一个塞卡 它不去做 就不是说我们去做 不是POD 浮网格那种POD-level的塞卡 现在是一个node-level的塞卡 那我流量进入到node-level的塞卡之后 我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流量策略 通过我当前的一些服务的 这个服务的这个健康状态可以决定去去是去做这个本级 本级群的调用还是做跨级群的调用 跟我们浮网格的方案里面使用的这个流量的调度策略是其实是一样的 那简单说一下这个EVPF这边的一个实践 比如说EVPF这边我们其实是 我们相当于在我们的每一个东西上面 里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DM-set 这样一个POD 在这里面呢它是包含了三个组件 一个是CNI 我们这边有实现了一个CNI 因为我们会通过这个CNI去对我们的POD 当我们创建POD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些hook 做一些这样的一些控制上的一些操作 然后呢根据我当前的这个POD的状态去决定去是否要去加载我们的BTS的这个程序 再就是我们会有一个bridge的它的一个这样的controller 去完成我们的流量的这样的一个调度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EVPF的这样的方案 这种就比较适合我们现在没有去使用服务网格的时候 我们去把它去获得我们这个多基群 获得多基群这个服务调用所带来的一些功能 再就是我们整个跟Kamada 还有加上FlowMesh 这个就是一个集群 集群加应用工作负载加上流量 整个这样的一个多基群调度方案 它是有的一些亮点 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我们追取一个社区的标准 刚才孟才老师说了 就是说其实我们都是做一个中立的 那我们去都是一个中立 这样一个中立的一个实现 我们去实现社区的主流的一个标准 那实现了社区的标准之后 我们更好去可以去发展我们整个这个多基群 包含多基群的各种的一些生态 再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全局的流量管理 这个更就是 就是主要是ProMesh这个方案 我们可以去提供 我们可以去根据需求 就是用这个FWONG方案 还是EPA方案去实现一个全局的这样一个管理 再就是一个算列的统集管理 这就是Kamada 赋予我们的这样一个能力 我们可以去管理 我们都在不同的群 在不同的集群里面 它的这些计算资源 再就是我们一个自动化 我们可以做到 集群的管理的一个自动化 然后再去做这个我们工作负载 我们可以做到工作负载的 跨集群的这样的一个扩容 然后在做 在应用部署之后 做跨集群部署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个跨集群的一个自动的流量的一个调度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做自动的这些FWAR 这些我们都可以去实现的一个自动化 再就是说我们整个方案的实现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 一上手的 它的学期区 学期区比较平稳 然后再就是我们一集成一扩展 因为你实现了这个社区的标准 大家都是追寻一些社区的一些标准的一些API 那我们可以去很好的去做 跟其他的神经去做集成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工作负载的 我们是跟这个Canada去做了集成 那可能我们在流量管理 做一些这个可视化的一些管理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跟一些其他的 现有的一些商业的一些方案 我们也可以去很容易去做集成 OK 这就是我们整个流量高度方案的这个 内容吧 这边是Canada的一些信息 这个大家可以通过这上面的 链接啊 Github啊 website 还有这个slack channel 可以去加入到我们的一个社区 去可以过去从社区或者一些帮助啊 文档啊等等 这边是这个Canada的 它的社区的小助手 可以通过小助手 添加小助手加入这个群 对吧 对吧 光泰老师 我就把你帮你 这边是我们flowmesh的一些资源 然后我们flowmesh的一个官网 还有我们flowmesh的一些开源 那刚刚刚刚刚说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在 我们都开了在Github上面 而且 而且整个方案全都是开源的 没有商业化的这样一个版本的 然后再是我们的slack channel的信息 那我们这边公众号上面会发布我们flowmesh的 各种开源产品的一些方案 最佳实践等等 也有我们客户的一些案例的发布 大家都可以关注公司号 去获取这些信息 OK 这个就是 公司老师还有什么捕捉的吗 OK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对公司老师带来的 跨机群的这样一个调度方案 大家有什么问题 谢谢两位老师 我有个问题 就是多机群的管理方案里面 其实还有像 博文协夫家雅这样的一些 然后 怎么衡量 各个方案之间的 我们在选情的时候 怎么去衡量各个方案 它的优点 然后有什么样的指标 或者是工具 谢谢 可以看到了 是不是只有人一个来吧 我 你一言你的问题 你说我们有多群 技术方案有很多 我在选情的时候 该怎么选的问题 确实这是很好的问题 那我们在选一个 选一个开业项目的时候 我们要从哪些维度去考虑 首先我觉得 其中有一点的话 我们要看哪个技术更成熟 对吧 因为我们都希望采用成熟 稳定的产品 稳定的项目 那成熟的体现在哪里 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 它的 这个 采纳 采纳 采纳人数 采纳的奇数 做个对比 你可以看 其他人 主流的趋势都在用哪个项目 然后另外一个 你可以看哪个社区的支持 会更给力 你可以说社区的一些 包括文档 包括你遇到问题的这个 食物的解决的速率 你可以 因为这个是可以通过一些 一些那个看板是可以看到 哪个社区更活跃 一般更活跃的话 它的生命力越强 然后第三点的话 其实也是最 最基本的 就是说你还是 不管别人用的有多好 不管你的社区有多活跃 还是要基于自己的一些诉求 你去做一些验证 做一些比较 我想说主要是这三点 就是我接触的很多用户 他在考虑选情的时候 都会从这三个方面去考虑 好 谢谢 然后比如说 那个我们发布的速度量 然后包括那个Fairlab的这种 这些指标的话 也会更明确的 特别明确的指标 假如我有一个体型 然后要更多量 包括刚才这个 更多的人的使用 他都是基于别人的 然后如果我们自己 我们要经济去验证 这些方案更合理 更优化的方法 这个问题有什么问题 你的问题是怎么去做验证是吧 我觉得这个的话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你还是要看 想一想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你自己想要什么能力 你去看社区的文档 这个能力支不支持 然后社区宣称支持的话 你拿过来验证 去印证一下 这个是不是真的支持 是不是很好的支持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另外一个范畴 就是我向社区骑这个诉求 社区能不能满足我 社区给我多快的响应速度 然后另外你也提到一个发版的问题 其实卡巴达社区现在是每三个月 发布一个正式的版本 其实我觉得刚才还有很多人 在用那个对击群 其实我想说的是 不管是卡巴达 还是今天的FlowMesh来讲 都是我们中国人主导的开源项目 开源社区 其实我很鼓励大家 就是说如果想用 或者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就是主动的去坦识去聊 这个是我们去使用 国外的一些开源项目的时候 所不具备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好 我们时间原因 我们要不要就 要不要线下 会后在 我跟宫泽老师都在 好吧 因为时间原因 好吧